40多岁了 竟然非台湾员不嫁 大家好 我是摩莎浅浅 一个大陆的姐姐跟我说 她的同学的姐姐 40多岁了 竟然非台湾员不嫁 说是因为之前她跟台湾员谈过恋爱 然后她觉得还是喜欢台湾男生 所以就一直想要找台湾的男生嫁 因为她以前的老板是台湾员 然后在公司就认识了台湾外派过去的男生 他们就谈了大概两年的恋爱 然后还来过台湾 见过一次台湾男友的家人 她就觉得说很喜欢台湾这种家庭的氛围 然后觉得台湾也很亲切 就很有人情味 然后一直到后来 那个男生回来台湾了 然后就没有在一起了 但是那个姐姐呢 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她之前的台湾男友 她觉得跟台湾男生交往的经历 让她觉得就很受尊敬 所以让她觉得她还是想要嫁台湾的男生 她说觉得台湾男生比较风趣幽默 比较贴心 说话又很温柔 而且比较会打扮 就是比较显年轻吧 可是她就现在一直就等了 等到现在40多岁了 还是没有等到台湾的白马王子来娶她 其实我还听过一个例子是说 我之前一个朋友 她就是非香港人不嫁那种 也是一个将近40几岁的姐姐 也是因为跟过香港的男生谈恋爱 然后谈过一次 她就决定要嫁给她香港的男生 她说跟香港男生分手之后 陆陆续续也交往过一些香港的男生 她说厌世的那些香港男生都不爱结婚的 然后明明就对方就已经40几岁了 她们也不着急结婚 甚至有的因为听到她说想要结婚 就跟她分手 所以她就一直等到40多岁 就还没有结婚 别人都叫她老姑婆 老姑婆是指未婚的大龄女性 我不知道在台湾 是有没有老姑婆做说法 香港人其实我认识不多 我就不评论了 我还在广州念书的时候 我去香港玩 曾经我跟我的同学 都还蛮向往香港的生活的 我跟我同学都有过这个念头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我同学跟我说感觉时过境迁 她说她现在去香港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其实台湾男人在大陆真的还蛮受欢迎的 台湾男生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体贴细心 台湾男生通常会很他们会很细心的关心身边的人 包括 包括家人朋友和恋人 台湾的男生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很轻蔑 我觉得这是体现台湾男生体贴和光怀他人的特质 而且常常听到台湾男生说话 闻闻闻尔雅的那种声音我就觉得很舒服 就觉得台湾的男生他不管是年龄到多少岁 他们说话都是一股闻闻尔雅的样子 就听起来样言很舒服 也不太会听到那种很难听 一出口就是脏话那种也不太会听到 我本人是很讨厌很讨厌听到一出口就脏话那种 真的是我没办法接受 但是我老公他真的不会再讲脏话 真的我一年应该没有听到他说三次脏话 他最多是在骑车的时候 遇到在骑车的时候遇到奇葩 他就会真的会很急的时候 他就会骂可能就会骂出脏话了 平常他真的不太会去骂脏话的 然后不止我老公 我发现台湾的其他男生也是这样 再来就是台湾的男生会还蛮尊重理性的 他们通常对理性会表示比较尊重和重视 并且在严际交往中展现出声势的风度 台湾的男生愿意帮忙女生提重物 也会帮忙提包包 再来就是台湾的男生勤奋上进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男生真的很勤奋努力 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目标 让我看出他们很积极进取的态度 再来就是台湾男生很风趣幽默 我觉得大多的台湾男生都拥有幽默感 能够轻松愉快的跟人交流 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和舒适 然后像我之前我老公去大陆的时候 还蛮多大陆的朋友跟我说 跟你老公聊天感觉很舒服 接着他情商很高 然后就是很谦卑 他们就觉得说 虽然我接触台湾人不多 但是觉得台湾那边过来的人 就让他觉得 哇跟他聊天好舒服 他们很喜欢 就是我老公跟他们聊天 还常常跟我说 多点带他过来跟我们见面 还蛮喜欢你老公的 什么什么的 就是他们会跟我讲这句话 再来就是有家庭观念 他们重视家庭 台湾的男生还蛮重视家庭的 他们愿意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在台湾我遇到很多男生会愿意 帮忙顾小孩 男生还会请那个义营嫁去照顾小孩 我感觉还蛮 还蛮稳重可靠的 总的来说 台湾男生以他们的细心 尊重勤奋和幽默等等的特质 我觉得台湾男生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台湾男生这种独特的魅力 所以他们很受各个的女性的欢迎 我也是来台湾后 我才发现 原来台湾的跨国婚姻 其实还蛮多的 还蛮普遍的 你可能随便走在街上 你就会遇到一个 他嫁来台湾的女生 我想这也是因为台湾男生很优秀 所以吸引很多国外的女生 嫁过来台湾吧 有一次我会去年家 然后有一个男性的亲戚 他就很感叹的跟我说 其实我现在觉得你嫁台湾还蛮好的 那个朋友他当初是对台湾以及台湾人也不是很了解 他当初很反对我嫁来台湾 嫁来台湾一段时间之后 我去年家 他就跟我感叹说 其实你嫁去台湾还蛮好的 他就说台湾的男生综合起来还蛮有优势的 他就这么跟我讲了一句话了 不过我觉得台湾已经满大街的大陆人了 包括我自己 那些真的没有素养的人 真的不要嫁来台湾 然后嫁来台湾又要天天抱怨 最后抱怨那真心的建议也不要嫁过来 而嫁过来天天在这里抱怨公婆 抱怨老公 抱怨台湾 然后抱怨没朋友 因为一点点的屁事 就说人家歧视你的那种 哇我觉得这种真的千万不要嫁过来 我觉得还是留在中国大陆 比较适合你真的 不好意思我说话就太直接了 可能有些人看到会觉得心里很不爽 飘洋过海的婚姻本来就是不容易 我看有一些人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适应 不适应外面的生活 虽然说台湾男生有点很多 但是毕竟两边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还有价值观也不一样 还有教育啊 很多都不一样 不管是嫁到哪里 还是要三思 好啦今天要先分享到这里啦 多谢啊 Bye